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介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一下 北美各地的重要新闻 美2022年贸易赤字创下空前记录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到进口激增和支出强健影响 尽管12月赤字扩大低于预期 但2022年全年贸易逆差创下空前记录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2年贸易逆差比2021年再扩大1030亿美元 来到9481亿美元 根据美国政府数据 这是1960年以来的最大赤字 笔记本电脑机舱起火 联航班机紧急返航圣地亚哥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周二一架联合航空公司 飞往纽约的2664号航班 在机组人员报告舱内 有笔记本电脑着火后 搬机紧急返回圣地亚哥国际机场 降落后 消防局对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检查 有四人被送往医院 另有两人拒绝送医 据了解被送往医院的都是空服人员 可能含细菌Coget Pomolev 回收多用途清洁剂 由Coget Pomolev生产 已销售近500万瓶的Fabuloso多用途清洁剂 由于可能含有甲单胞细菌 同律甲单胞菌等细菌而召回 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感染后可能需要就医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系Coget Pomolev 以获得全额退款或免费更换产品 目前没有被细菌感染事件传出 星云大师元祭西来寺停止活动开放调宴 为纪念星云大师佛光山西来寺 从即日起至2月12日暂停对外任何活动 摘堂不对外开放 仅于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开放调宴 四方请有缘者至西来寺大雄宝殿追思缅怀 本月12号星期日下午5点 在西来寺大雄宝殿与佛光山同步直播 元祭送赞典礼 中天中望真理报道